这个世界上就诞生了佛法 这个之前是没有的 很长一段时间当中是空白的 虽然有很多其他的宗教 但是没有佛教 这个时候大家对佛教的了结 认识不到位 所以佛教的了结 佛还没有去讲这个空心 他就放在后面 首先给大家讲这个因果 轮回人的前师后师等等 就讲这些 这个在我们的佛教里面呢 这些都是等于是小学的课程 等于是小学的课程 讲了很多这方面的 然后这个 这些试心的方法呢 是南叫做小乘佛教 整套的这个都叫做小乘佛教 小乘佛教他们认为 到现在都是这么认为 这就是原始的佛教 真正的佛教 真正的佛教就是这部分 这才是真正的佛教 大乘佛教呢 他们认为不是释迦牟尼佛 传的 不是佛陀讲的 是后来的人讲出来的 他们认为真正的佛教就是这个 几千年前 他们就这么认为 到今天 很多的小乘佛教的这个学者 也就这么认为 就是这叫做小乘佛教 然后他的 这个 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方法 在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里面呢 就叫做阿比达摩 也叫做俱舍伦 俱舍伦 这是一个整套的一个修行的方法 在南川佛教里面呢 大概有一千多年前 就有一个 准者写了一本书叫做清静道 清静道 它是 这本书在南川佛教里面 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他们的一个 这个修行的一个遗句 清静道 然后呢 藏传佛教里面呢 把这个校乘佛教的 这个内容 就作为一个非常鬼凡 有次第心的一个修行的模式 把它变成一个末式化 这叫做 前心 也叫做加心 叫做四加心 四加心 四加心 人生难得 死亡无常 轮回的痛苦 因果不虚 就这四个 然后每一个都要去思考 有一个思维的方式 有一个思维的模式 那么这些模式 它的依据是什么呢 一句绝大多数 都是小乘佛教里面讲的这些佛经 还有一部分是大乘佛教的怀炎经 等等 一些大乘佛教里面呢 也讲过这些 就是这些 一句是这些 然后这个这里面呢 把它变成了一个 一个具体的一个修行 一个修行的方法 变成了一个方法轮 这个叫做外前心 通过这种修法 就修什么呢 修出力心 出力 出力这两个字 像很多佛经里面 都有的 出力心 但是怎么样去修这个出力心 我们怎么样 让我自己有这个出力心呢 我们还是不明白 我们像花眼井 还有很多的这个佛经里面 我们经常看得到出力 菩提心 出力 这个我们经常看得到 也经常看得到 佛在讲这些菩提心呢 出力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 这个我怎么样 怎么样这些菩提心和出力心 我自己拥有这样子的心 我们不清楚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需要一个 一个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叫做 在藏传佛教里面呢 叫做死加心 死前心 前心和加心 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 前心也好 加心也好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预备的工作 预备的工作 预备的工作 假心就是这个意思 预备的 当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 筑提的工作 筑提的修行 筑提的修行是什么呢 空心 还没有进入空心的时候呢 需要做一步一步的这个铺垫 做好这个铺垫的工作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技术的话 那我们怎么证悟呢 不可以 不可能的 禅宗是非常的强调 这个民心见性 但是我们可以看 徐云老和尚 是经在这个佛教界里面呢 大家工人的 高僧大德 然后徐云老和尚 就是讲禅宗 对禅宗来说 在汤朝的时候呢 禅宗是非常非常新鲜的 有很多很多开吴的人 通过禅宗 开吴的人特别特别的多 但是到了松草以后呢 到了这个松草以后 就开吴的人不多 开吴的人就是越来越少 禅宗就比较模拢 这是徐云老和尚的一句话 那我们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因为过去的时候呢 人我们昨天也讲过了 他们的根基比较好 比较单纯 想法没有那么的复杂 我们所有的人 不管是古代的 现代的 范妇人都有烦恼 但是呢 烦恼的情宗是不一样 情和重不一样 他们相对来说 是烦恼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成就的 政务的人就比较多 后来呢 慢慢慢慢的 人们的这种欲望 也就越来越强烈 然后呢 相法也就是越来越复杂 每个人的心就很浮躁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没有心识去专注 读这个 专心的去读佛法 或者是静下来修行 所以就是后来 政务的人比较少 所以呢 在藏传佛教里面呢 就是首先 不是去学空心 首先要去 修这个 四家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先读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